开始前先请你 关注收藏点赞 感谢你 你知道吗 火灾最大的死因不是火 所以遇到火灾的时候 要将身体压得越低越好 避免吸入过多浓烟 详细解释 因为浓烟会造成吸入性损伤 止热空气蒸汽烟雾有害气体 挥发性化学物质中某些化学成分 被人体吸入会造成呼吸道 肺食质的损伤 以及毒性气体和物质吸入 引起的全身性化学中毒 引致死亡 所以请你谨记 逃生中应将身体贴近地面 匍匐或弯腰前进 疏散中应用浸湿的毛巾 口罩等捂住口鼻 以起到降温过滤作用 请你关注和点赞 谢谢